嗨人聽聞消息是墨西哥在短短十天內 再有市長被謀殺 這一次遇害的是墨西哥 西南部城鎮一位名為洛西查的市長 路透社報導 他是在家門口惨遭襲擊後身亡 警方正著手調查 而這是幾月初 墨西哥南部格瑞羅州一名市長惨遭 幫派殘忍殺害之後 十月發生了第二起謀殺墨西哥市長案件 由於墨西哥市長接連遇害 新冠上任的墨西哥總統承諾 將會致力於打擊暴力犯罪